歡迎收看媽咪TV 今天我很開心 因為首先我來到這個場地 我已經覺得為什麼有這麼漂亮的天台 為什麼有這麼漂亮的海景 還有這麼漂亮的設定 有一杯很好喝的香氛一樣的礦泉水 我覺得很開心 其實這個地方並不是什麼特別的餐廳的天台 而是我們今天嘉賓的家裡的天台 我覺得很開心 歡迎你 謝謝 娛樂名 娛樂名 好 我想很多觀眾可能對你有一點印象 但未必能說到你的名字 不如你跟大家介紹一下 好啊 我也可以跟大家說說 我叫娛樂名 阿天 大家可能都覺得我有點面線 但有時候想想 又不知道在哪裡見過他 通常都會是這樣 可能有些觀眾在哪裡見過我 就應該在ViuTV見過我 因為我在那裏 現在是做一個監製和主持人的身份 是做一個財經節目 即是說觀眾打電話進來 問股票就會找到我 我們節目時間通常在什麼時候做的呢 在港股交易時段內做的 差不多每個小時 每隔一個小時做一次 各位觀眾 如果有股票上的問題想問我 問一些嘉賓又或者很掛著我 想跟我聊天的話 都可以打電話來我們的熱線 為什麼是172238 1872238 剛才說過了 你也介紹了我一個財經主持人 是的 那我繼續唱你的對白 OK 再生意你一點 OK 沒問題 OK 其實我會介紹我自己 除了在一個財經節目主持人之外 我覺得一個人 其實有很多不同角色 例如我在公司做一個主持人 然後其實我回到家 就是兩個小朋友的爸爸 是 我有兩個小朋友 看不出你 因為你很年輕 看不出你 大家這樣說 通常心地善良的人都會年輕一點 好多說 我有兩個小朋友 一個女兒一個兒子 女兒今年四歲 叫余悅 兒子今年一歲多 叫余悅 名字都好聽 好正 一個余悅很開心 一個余悅 余悅以上得了一個小朋友 很開心 真的很開心 余悅的名字是我老婆改的 余悅是我改的 介紹一下我們有馬廣告 為何會改這個名字 其實有一個原因 因為其實我們要提醒我們自己 不要做家長這麼怪獸 當有一天 我想到有些事情 不知為何我罵我女兒 譬如她未做完功課 又或者其實她已經很盡力 去做些功課 但功課太多做不完 我要罵她的時候 余悅 你好做功課 我就要想起一件事 我為何這個小朋友要出生 我希望給她些什麼 不是要做功課 而是希望她開心 所以我希望 因為有些事情要罵她的時候 我就想起 提醒自己 提醒自己 余悅這個名字 很有勇 有余悅呢? 余悅其實意思差不多 第一就是好聽、客運 第二就是希望她可以做到 她自己喜歡做的事 這個是我和太太 對我的小朋友兩個心願 除了剛才說 是主持人之外 亦都是別人的爸爸 亦都是別人的老公 爸爸 很多重的身份 大家都一樣 是啊 拜拜